这才是最适合年轻人的娱乐项目吧 眼前的这个妹子 听说只要在这个节目里完整地唱完一首歌 就能拿到节目组送出的一万泰铢购物券 出于好奇妹子便报名参加了 只是不知道为啥 这歌都还没开始唱 节目组就给妹子戴上了一个头盔 想想唾手可得的购物券 妹子也没多想 戴着头盔就开始唱歌了 谁知道下一秒钟 我的妈呀 我就想要你的购物券 节目组你这是打算要我的命啊 妹子一开始只是觉得头上有东西 结果倒出来一看 差点就疯了 可惜这个时候 逃是逃不了的 只能是狠心继续了 毕竟也不会再有比蔡青虫更恶心的东西存在了吧 这湿答答 黏糊糊的触感 瞬间就让妹子抽出了起来 虽然看不到 但是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倒出来一看 差点没把妹子给约出来 没办法自己报的名 哭着也得唱完 于是妹子只能是赶忙的回到了原点 准备迎接最后一次挑战了 看着这匿密麻麻的壁虎别说妹子了 垂垂看着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此时的妹子直接被吓得走不动路了 只能是在主持人的搀扶下 勉强往终点走着 这个时候别说两千的购物券了 给十万妹子都不愿意再继续了吧 话说这么刺激的娱乐项目 你最想帮你的哪位院种朋友报名去参加呢 记得把他爱特出来